接下來我們要談說 因為台灣位在聚合性板塊交界代上 所以有哪一些地質的作用 地質的現象呢 第一個 因為是板塊交界代 板塊交界代就是地震代 所以台灣就怎樣 多地震 因為台灣就在地震代上面 下學期會正式提到 我們是位在環太平洋地震代上面 所以台灣多地震 台灣多地震 還有很多地震 因為我們在板塊交界代上就多地震 所以多地震怎麼樣 多火山 多火山 板塊交界代就是火山代 所以我們就多火山 因為有火山就有什麼 溫泉 溫泉是火山活動的遺跡 那當然台灣的火山主要的活動時間 都已經很久以前了 都已經很久以前了 現在基本上沒有什麼大的活動 沒有什麼大火山 但是因為上一次專家說 那個大屯火山的最近是噴霸 我忘記好像有五千年前 所以按照現在地質學的定義 它應該屬於叫做火火山 所以呢大屯山是火火山 所以我們要怎樣特別注意 那以後會再提到一下 那因為有這個火山活動 所以就有溫泉 所以有地震 所以地震就留下很多地震 這個我們在我們學校這附近就知道嘛 陽明山很多的地震 大人山的地震 現在好像沒有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們會去北投啊 那個公園啊去煮雞蛋 用那個裡面的地震的熱水煮雞蛋 不過現在好像不壞的時候 好像又不準了 好像又不準了 然後而且 還北部的溫泉的寒流量比較高 所以有人覺得那樣煮出來的 其實有點問題 有點問題 反正是地震的 地震都用 然後李化老師也會將什麼 地震發一變成底震 李化老師會別的事再說吧 好 這就是重點 台灣島在上升 因為呢 菲律賓 台板塊這樣的擠壓轉過來 菲律賓台板塊這樣的擠壓轉過來 推擠擠壓 然後呢 讓它 就會使台灣島不斷的向上面 抬升 我記憶中是大概每年上升五公里左右 這個在世界水準上看 已經算是非常快 也算是很快 好 然後這個擠壓 反正就是說我們擠壓 所以隆起 所以呢 還升 所以台灣島在上升之中 當回會跟各位講 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台灣島上升的證據 好 再來 因為擠壓 因為擠壓 高溫高壓 所以就會有什麼 變質炎 所以就會有變質炎 好 那花東地區當初是菲律海板塊 所以有很多海洋的石灰岩 石灰岩 然後經由變質作用呢 就會變成什麼岩 這我們古時候教過的 石灰岩 經過變質作用會變成什麼岩 沒有18號 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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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理岩 大理岩 請坐下 大理岩 大理岩 請坐下 好 我們石灰岩會變質成大理岩 蛇文岩跟台灣玉也是所謂的變質岩 這是以前兩個都有變質作用 然後我們前面也教過了聚合性板塊 現在會有什麼 造山運動嘛 所以呢 擠一擠就造了一些山出來 一個叫中央山脈 一個叫做海岸山脈 你在地理上交過了 好 我提示了你 我們的交界帶是在花東 然後呢 我們有海岸山脈跟中央山脈 於是 停車戰界問 中央山脈是在哪個板塊 海岸山脈是在哪個板塊 中央山脈在哪個板塊 海岸山脈在哪個板塊 No.33 請問你中央山脈屬於什麼板塊 中央山脈屬於菲律賓板塊 請坐 剛才我已經告訴你的 站在海岸山脈面對北方 左手西邊叫做歐亞板塊 右手東邊叫做菲律賓海板塊 所以中央山脈在 歐亞板塊 海岸山脈在 菲律賓海板塊 這個也會考 這個也會考 就是因為考 剛才講過那個類似嘛 什麼哪有需要的板塊一樣類似嘛 問你誰在整個板塊上面 這個也是會考的 就是 以上就是跟各位報告 有關於台灣因為未在聚合性板塊 就在上 所會有的地質現象 地質作用之類的 OK